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天氣報告 除了一股東北季後風 在今早抵達華南沿岸 我們都轉吹一些比較油組織的偏北風 由於吹著一些偏北風 今天天氣都是比較乾燥 下午時好地區的相對濕度 都是60%左右 氣溫方面 今早各區的最低氣溫 大約是19至21度 下午時游回不少的陽光 氣溫方面都上升到大約23至25度 接下來的一兩天 我們在天氣圖看到 華南地區的氣壓等下線 仍然相當緊密 代表著現在影響我們的東北季後風 接下來一兩天仍然會影響我們 一早一晚天氣都會比較涼 不過天色方面不是太差 接下來一兩天在我們附近 雲涼不是太多 相信都會看到一些陽光 詳細的天氣預測是這樣的 我們預計今晚和明天會大致多雲 天氣乾燥 明天的時候一早一晚天氣都會比較清涼 明天日間將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氣溫方面 明天日間最高的氣溫大約有20度 不過要留意 明晚的時候氣溫會逐漸下降到大約15度左右 新界還會再低一兩度 所以大家明早出名後上班上學的時候 記得再看外套 長遠一點 到星期五、星期六的時候 早上天氣仍然相當清涼 最低氣溫大約是13、14度左右 天色方面部份時間有陽光 不過隨著季後風慢慢換和 到下星期初期的時候 氣溫會逐漸回升 一節的天氣報告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